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可惜在二十九岁的时候会遭遇一场水难 有可能会 吴允声听后惊慌失色 急忙请教僧人节免的方法 僧人想了一会儿 回答说 从今天起 你要戒杀 放生 为天虔诚地念佛 或许可以免此难 吴允声听后欣然照做 也经常劝话身边的人 借杀放生 念佛 求生净土 二十九岁那年 因为要返回家乡 必须经过杭州 在杭州江干区坐船 同行 共有十七人 船刚开了十几里 一股潮水突然袭来 巨烂汹涌 士兵巍巍 见此情况 吴允声一闪念尖 突然想到了 僧人对他说的话 马上双手核实撑念 拿摩阿弥婆婆 还没念尾声 船就沉没了 吴允声也掉进了水中 在昏迷之中 仿佛听到有人说 吴允声 你因为借人念佛有功 可免此难 等他睁开眼睛时 发现自己已经被渔夫 救到岸上了 所有的行李 都被潮水冲走了 唯一剩下的 就是平时用来念佛的 十八颗佛珠的串珠 牢牢地握在手中 同行的其他人 都被潮水冲得 无影无踪了 吴允声成了 唯一的幸存者 从此 吴允声更加深信 念佛功德不可思议 在杭州西湖 紫阳山宝城寺 募捐二百金 兴办了念佛会 广为老少妇孺 宣讲念佛法门 六十六岁时 五允声欲知实质 正念分明 亲见阿弥陀佛 与其圣众 前来接引 呼作往生 阿弥陀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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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